我们一定要了解 社会乱归神也乱 无论是出家的道场或是在家的道场 这在家居士的道场 通通都有妖魔鬼怪啊 而且妖魔鬼怪很多啊 我也常常有一些灵魅 就一般人讲啊 有特异功能 能够跟归神往来的这些人 他们也常常把这些讯息传给我 告诉我 无论哪个道场 甚至于现在的家庭 都有这些鬼神 除鬼神之外啊 还有精灵 那精灵就不是人 我们讲妖魔鬼怪啊 狐狸啊 黄树狼啊 我们叫陈精啊 啊 啊 那么这些多半的说 出神道的 啊 他修行又神通 啊 他也能变成人形 啊 啊 扰乱世界啊 啊 那么这些精灵啊 他特别是精灵 如果他能够听经 能够闻法 他就变成胡法神 啊 啊 他就不找人麻烦 如果不听经 不学佛啊 他就会害人 他会捉弄人 啊 这个是今天社会啊 中国外国普遍的现象啊 啊 所以这些灵媒 常常劝我 一定要讲华元经 啊 九法界众生 跟着一些精灵们 喜欢听了解 啊 他听经 他们在社会上就不走乱 又不害人 如果不听经 绝大多数 都会害人 啊 所以这是一种 普遍的现象 嗯 那么如果 你 说佛 被鬼神来干扰 这个情形很多 我们在 世界过地 都遇到 啊 都遇到 多半呢 到最后神经分裂 啊 最后没有法子 就送给神经病院去了 那很苦 非常非常之苦 啊 有些他们家庭眷属来找我 啊 问我怎么办 我就问他 他过去 是不是喜欢神通 是不是喜欢感应 啊 都是这样 啊 这就 这个就是媒介 啊 啊 你自己 喜欢这个 喜欢跟他往来 就很容易把你去勾结了 这就难了 啊 真正说佛的人 不求神 不求感应 不搞神通 啊 那跟他们这些 没有这个 媒介 没有这个语言 他找你的机会就少 如果你喜欢神通 喜欢感应 找你的机会很多 啊 真找上神了 没法子 很困难啊 啊 你找什么样的法子修行人 没法子给你解决 啊 唯一真正能解决是 你真正回头是岸 啊 真学佛 啊 你功夫真正得戀 那不行 啊 所以 古神仙仙 讲得好啊 行有不得 凡求不及啊 啊 只有自己 才有办法 啊 真正回头的时候 才有办法 对付他 啊 自己不能够真正忏悔 不能真正回头 别的人帮不上忙 因为佛菩萨都帮不上忙 胡宽别人 对 这个道理啊 一定要懂 啊 说佛 一定要依靠经论 啊 依靠经典 不可以依靠神通 啊 凡是喜欢神通 喜欢感应 啊 就很容易啊 惹上 惹祸上身 啊 这个我们要知道 嗯 啊 那么如果 遇到这个情形 啊 你这个来问我的时候 可能还是很轻 不是很严重 啊 严重的时候 你自己就问不出来了 啊 你还是很轻 很轻 只要回头啊 还是 还是很容易啊 治好的 啊 啊 很容易啊 恢复你身体健康 啊 只要认真念佛 啊 把这些 把这些 神通感应呢 放下 啊 不要去理会这些 啊 不要跟这些 接触 啊 这样就好 对 也有点 也有点 不关重 啊 像 那边 在 clip